原本要把病患送到医院 但是救护车却发生了插状意外 所属成功消防大队的救护车 接到病患之后由北向南行驶 不料却在都南村台11线直线路段 不明原因偏离车道 导致插状到路边的车辆 幸好消防人员和病患没有受伤 赶快由另外一辆的救护车 把病患给送到医院 救护车车头凹陷损毁 连一旁的机车也倒地 店家招牌更是被撞到小客车的车顶上 原本要将病患送至医院 但救护车却发生了插状意外 所属成功消防大队的救护车 20号中午从长冰箱出发 车内再送一名七巡的中风女性 并由北向南行驶 不料却在都南村台11线直线路段 因为不明原因偏离车道 导致插状路边停放的 自小客车一部以及机车两部 本日11时40分许 成功消防大队救护车 行驶于台11线 东河乡都南村路段 该部救护车沿北向南直线行驶时 因不明原因跨越之对向车道 随后撞击自小客车一部 及机车两部 未造成其他民众受伤 索性现场并未造成任何民众受伤 而病患也立即由0辆救护车 接送到台东的医疗院所治疗 而救护车驾驶经过实施 呼气酒精浓度测试后 就撤职为0 事故发生后救护车驾驶 救护员与该位病患 均立即脱困无大碍 并随即将该位病患 转由另一辆救护车 送往台东医疗院所治疗 该救护车驾驶经 远景现场久测 呼气值为0 而详细的事故经过以及造势原因 正在调查理清当中 皆判罪东河相报道